今天很可能會有四位我們的同路人 會面對這個不公義的政府 不公義的社會的裁決 但我們不會怕是不是 如果他們今天無罪釋放 我們會高興因為這個是公義的判決 但即使判決是有罪都好 它不會令到我們抗爭的決心亡滅 反而我們會加強我們的戰鬥力 是嗎 是 所以希望各位今天出席撐我們 我們四位成員的朋友 可以無論你的判決結果是如何 繼續繼續在這條抗爭的道路上走下去 我相信大家一定是這樣想的 是 今天面對判決的幾位成員 應該還未來到 因為九點半才開庭 今天判決的時間 我們並不知道 因為可能法官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宣讀他的判決書 如果有工作的朋友 我們會明白你們今天來到這裏支持我們的用心 但是 大家 就是因為香港的司法制度 還是有值得依賴的地方 但是假設 如果法庭 是根據種種的原因判我有罪的話 這一個對我來說是一個更加好的消息 因為代表 我是有資格 或者有條件 令到特區政府當我是眼中釘 我是有資格去領導民眾的運動 極多是令到我 更加是不用再想那麼多 去踏上這條不歸路 我作為旭敏的夥記 旭敏就很疼我 在他給口供接受賠命的時候 他就說過 其實當初他就有叫阿豹隻我 那就走的 他只不過是笨笨的 就是說阿豹我 笨笨的 就說要照顧他安全 然後就選擇留下 然後再笨笨笨就被警察踏了 這件事情我是絕對不同意的 作為英文的夥記 我還有他的責任 去照顧他的安全 是有英文的 作為 他作為我從小到大的偶像 能夠和他一起站在犯人台上面 為著社會的公義 去給特區政府去控訴 這一個是我的榮幸 更加是作為他的戰友 我們抱著同一個信念 去陷入這個控罪 陷入這個這樣的公司裡面 這一個更加是我的榮幸 所以我和大家作出一個莊嚴的承諾 就是我會義無反顧 和特區政府抗爭到底 好 好 好 這一點叫什麼 這一點就是奧氣 我希望大家 抱著有同一信念 同一理想的兄弟姐妹 我們就是握著這份奧氣 為著香港的民主 為著大家的人身自由 為著大家的社會公義 我們一起奮鬥下去 好 各位大家 早安 大家好 好 今早我的心情是比較沉重 不過就不是關於 今天這宗案件 究竟我會不會被判有罪 被判了有罪之後 會不會保釋 未來會面對什麼刑期 我今早心情沉重 就是我走過來的時候 開立法會的情報網頁 長毛一個人 在立法會那裡 九點鐘開始拉暴戰 講了未久三分鐘 又被黃告興搞 今天 只要 無論我們是無罪 或者是有罪可以保釋 我們都會第一時間 回到立法會 繼續這一場拉暴戰 因為 每一次議會內 或者議會外的抗爭行動 我們都是要盡力而為 也都是要 揭力 不怕什麼後果 自我的什麼 付出什麼代價 反而講回今天的案 這個判罪 其實 最壞的打算 由 2011年 7月2號凌晨 被選擇性拘捕那一刹那 其實大家就已經要預料了 轉眼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很多東西改變 但沒有改變的是 還有很多朋友 是支持這一種議會內外抗爭的運動 是嗎 是 是 所以 所以出來參與 社會運動 民主運動 抗爭運動 就預算要付出代價 所以我奉勸所有 無論佔領中環也好 包圍長島也好 其他所有 所有的街頭也好 無論你是多和平 多理性 多非暴力 非什麼都好 你面對一個是不理性的政府 面對 在這個極權的打壓 曾偉雄上任之後 對遊行集會的拘捕 是倍數的上升 法庭的判罪 也都是越來越重 甚至這些這麼小的罪 可能到時候不給保釋 我們四個是會馬上收押 等兩個星期 我現在講最壞的情況 給大家知道 但是都是要繼續下去 政府這麼做 是希望少些人這樣走出來 向政府 向中共說不 但是大家 可不可以大聲告訴他 就算拘捕更多的人 判更重的刑 只會有更多的人走出來 是 是 各位人民內內的朋友 大家好 好 好 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來這裡 不是面對什麼 特別法律的審判 這是不是政治的審判 是 我們是不是要向政治審判說不 是 我們上庭上了超過20天 你看到控方的所謂證據 可以說是荒謬絕倫的 就是幾十個小時的錄影 有超過幾十個證人 從沒有一個證人 從沒有一個的錄影片段 是拍到我們 或者是證明到我們 是有任何所謂衝擊的場面的 所以你說如果這次判有罪 是絕對的政治審判 是不是 是 但是我們 我們無懼無悔 這個抗爭運動 我不管它的判決是怎樣 我們是會繼續落入 是 打倒港共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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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自由 人民的權利 是不斷被打壓 不斷被扭曲 如果大家歸宿的 香港人接受的 香港 只會成為 中共管治下一個 所謂的賺錢的落土 但是是沒有了人的尊嚴 是不是 是 還我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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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抗爭運動 我們必定會持續 我們也會繼續支持 那些罷工的工友 抗拒 這個地產的霸權 同時在立法會裡面 你們 我們多謝長毛 一個人在這裡撐住 給點掌聲 毛哥好嗎 好 我呼籲 有血性的泛民的議員 見到毛哥這麼孤苦伶仃 你不支持拉布 是不是應該都要 表示些人性 是 所以 我們一會兒 審判完 判決完 我相信應該可以即時走 我是充滿這個樂觀的 我看不到有甚麼理由 要判我有罪 到時判有罪 我們答辯這麼精彩 我們答辯這麼有理性 雖然我們是自辯 我們兩個自辯 但是我覺得 我們所說的理由是很充分的 恩恩大家 歡迎我們下來的時候 是無罪釋放 好嗎 好 無罪釋釋放 無罪釋放 無罪釋放 有六個先後是自簽、擔保 控方不提供證供起訴 正式要審訊的就是我們四個人 當時只有兩個立法會議員 所以萬別這段案件對他有一點好處 因為議員也有得做 接著又無罪 希望他可以繼續努力 拉布,你打長一點 讓我們的老爺稍微休息一下 好… 因為… 又是不幸中之大幸 正在打拉布期間 我們要接受這個判決 但雖然虛耗了我們一天的時間 現在立法會還頂得住 還有人頂得住 有幾個泛民的議員 在無可選擇下 因為他不想做緣部的元兇 所以他也要發言 對吧? Mo哥挺得住 我們接著回去接力 打到今晚10時 那麼… 加油… 好… 如果大家有空 可以去立法會打下氣 為長毛為我們這三位議員 即將去立法會 完成了這個審訊之後 我們去打拉布 希望大家精神上支持我們 好… 這個拉布打了多久 我們不知道 我們估計在五月頭 或者下個星期左右 他就準備會展布 但用什麼方式來展布 我們是不知道的,好嗎? 但無論如何 我們都會繼續 有日口氣在 會在立法會 繼續打這場拉布戰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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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剛才我聽了整天的法官的判詞 他好像當我隱形似的 即是… 他判我有罪 唯一一個理由就是 因為動文委任了我 做這個總指揮 是… 即是我上一次我自己答辯 有很多個的理由 包括手翹手的理人 我長篇大論 解釋手翹手 是訪下馬丁路德甘的 work for peace 是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 還有當年馬丁路德甘 翹手走到警察的防線的時候 跟著就轉回頭 是沒有衝擊的 我講完這些史實 講完這個手翹手全世界 那麼多次的行動 包括台灣有過百萬人手 翹手橫島的抗爭運動 馬尼拉 歐洲 多個地方 在他的結案層次裡面 完全沒有回應 解釋 為什麼我講的那些不是理由 作為總指揮 負責策劃 翹手的行動是我設計的 不是動文設計的 但是他完全沒有解釋 為什麼我的解釋是不接受 所以你看這個法官的裁決 我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大家都是被指控 就是動文那些答辯 就是逐條 逐條答動文的 我那些呢 包括手翹手的行為 包括我在七點幾 在這個街站的大會那裡公開講 說我們先上政府總部 再上禮賓府這個講法 他也沒有提及到的 但是在我結案層次的時候 我是有完全解釋 那所以呢 在法律理據上 我覺得是有很大的偏頗 所以我們一定上訴 抗爭到底是不是 是 政治劫目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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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會回溫立法會 繼續拉布的抗爭 那你們現在 就是 那個判友罪應該拍不到 拍不到一個拉布的 因為我們十個 所以這個最高的賽 我相信十個 拚了布會很大機會 但是我們這段時間 就繼續 就算日本那隊 我們都可能很大機會上訴 我們都說明會上訴 如果十個很高的 這個即時減禁的 我們都有機會上訴 那麼希望 如果到時面致報 我們會繼續 這個拉布就是 我們 那時候 有些我在上面 聽不懂的 就變得來聽不懂 就變得來聽不懂 俗文的聲明 就是聽不懂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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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你那個記者 在看著那個聲明 心應ariat 聲明 dancing 就 我要 直接 下去 好